你们先退下吧 我和世叔姑娘说些私访话 是 学姐姐 什么事啊 是不是我爹跟猪哥哥他们有消息了 不是 他们的消息倒还没有 是咱们俩姐妹呀 好久都没有在一块儿吃饭喝酒了 所以今天姐姐我特意亲自下厨 做了一桌子你爱吃的菜 来 快尝尝 有狮子头哎 吃一块你最爱吃的狮子头 谢谢学姐姐 红烧的 学姐姐下厨 那手艺自然不用烧了 肯定好吃 怎么样 好好吃啊 就这个味道 学姐姐 从小到大 你跟诸位师兄师姐老是这样宠着我 会把我宠坏的 我这些天一直在想 如果我们不是生在 这个朝代更迭的时代 而是生在太平盛世 那该要多好 生在什么时代啊 可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情 如果我们和大师兄 永远留在明珠谷 春天赏花 秋天赏玉 难耕女之 不管外面是什么朝代 就这么一辈子与世无争 快快乐乐的生活 那该有多好啊 学姐姐 你今天好多愁善感啊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没有 我只是很怀念 咱们在明珠谷的时光 想念我们的小伙伴了 如今 就咱们两个在宫里 今天的月色又这么美 咱们俩呀 好好地喝酒赏赏月 来 今晚咱们 多喝几杯 来 来 今天皇上又来看我了 我看得出皇上今天的心情啊很好 前些天你跟他冷战 皇上也整日愁眉苦脸的 这宫里上下 每个人都战战兢兢的 生怕惹到皇上 看来能让他如此伤心的 也只有你一个了 雪姐姐 能不能别跟我提皇上啊 你也跟我提他 我心里就乱糟糟的 不行 我就要跟你提 今天我叫你过来也是要劝劝你 咱们都是明珠谷的人 和大清的皇帝势不两立 你和康熙是永远都不可能的 我知道 等我们找到铜侠以后 我们就撤出紫禁城了 那个时候 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徐姐姐 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嗯 嗯 等朱哥哥回来 能不能别把这两天 我跟康熙的事告诉他呀 大师兄那么深爱你 我跟他说这些不是故意伤他的心吗 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他的 小师妹 你和大师兄 才是命中注定的姻缘 好好待他吧 放下康熙 嗯 我一直在努力放下他 可是雪姐姐 你心里可曾放下过朱哥哥 快乐 很快就要彻底放下他了 既然我们改变不了命运 那就试着去接受他 也许有一天 你会发现大师兄的好 你也会爱上他的 驾 驾 徐姐姐 快过来看啊 今天的月来好圆啊 还真是啊 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今天真是格外的圆 月有殷勤圆缺 人有悲欢离合 我们姐妹俩 再这样无忧无虑地饮酒作乐 不知要到什么时候 薛姐姐 今天李公公来找我了 告诉了我关于 佟霞的重要线索 我相信没有多久 我就能找到 通汉佟霞的人了 哦 有线索了 那这个人 他也在皇宫里吗 这个人不光在皇宫里 而且是我们彼此 特别熟知的一个人 是谁呀 薛姐姐觉得 他应该是谁呢 其实我很早开始就怀疑过他 只不过 我拒绝去声响 直到今日 我都不忍心怀疑是他 小师妹 今日我叫你过来 也是要告诉你 关于佟霞的线索 那薛姐姐先讲吧 小师妹 你知道吗 其实啊 我特别羡慕你 你的亲爹靖王疼爱你 师掌门宠着你 师兄师姐也都护着你 更有大师兄那么深爱着你 你真的好幸福啊 是啊 我也觉得我好幸福 可是我好害怕 我的这种幸福只是一种假象 我会有人来打破他 不会的 你生了一命就好 姐姐祝福你 要永远幸福 谢谢薛姐姐 不过 我不希望我一个人幸福 我希望 我们姐妹两个都可以幸福 会的 会的 我们都会幸福的 其实在咱们这些兄弟姐妹里 我和大师兄 最是同病相怜 我们都是 从小 父母双亡 又都肩负着 非常沉重的责任 我们一直撑得好辛苦 我们一直撑得好辛苦 是啊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一样 小师妹 你真的要听姐姐的话 好好对待大师兄 不要让他难过 也别让他伤心 别让他失去 这最后一份之仇 祝你们幸福 干杯 不是 来找活人 请 李太医 师叔姑娘呢 立飞娘娘和师叔姑娘 在永和公喝酒呢 徐姐姐 你哭了 我是感动的 姐妹好像刺到眼睛里了 没事 来 咱们继续喝 徐姐姐 你现在可以说出童侠的事了吧 不急 喝完这杯酒啊 姐姐再慢慢跟你聊 干杯 大师兄 朱哥哥 宝妹 你没事吧 没 这酒你喝了没 他已经喝了 你来晚了 他已经喝下了我为他准备的美酒 看来你全都知道了 是 我已经知道了 但是我还是不敢相信 除非你亲口告诉我 朱哥哥 本来义父让我不要说破的 但既然你已经对他下手了 那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皇陛 我们这次在颠都的行动 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吴三桂在我们明珠谷安插了奸细 而这奸细 就是六师傅 还有青城 隆友 陆陆 朱哥哥说的都是真的吗 是你拿走了头下 上交给吴三桂了是吗 不错 那你今天要我过来赏月喝酒 是为了除掉我 对吗 王爷要我杀你 我不得不这么做 所以我在酒里下了毒 把解药交出来 这是王爷秘制的绝命单 没有解药 朱哥哥 不要 把解药交出来 我说过 这是绝命单 没有解药 你 你心爱的女 朱玉注定要死在你的面前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杀了你替他报仇 徐姐姐 如果医欢有什么意外的好 不会放过你 能死在你手上 这样他才能做的 就是杀了很高兴 没关系 我想这么做 知道的 欢迎来 就跟你们接受 如果你们听到 你不听到 但这才能看 得逻较高兴 等一下 未经典 你知道吗 有什么 就是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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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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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姐姐 你醒了 你醒了 清澈 我死了吗 我这是在哪儿啊 我不是已经死了吗 你才没死呢 这是在你的永和宫啊 对不起 清诚 我不知道 你有这么多苦衷 可我明明喝下了那杯毒酒啊 怎么回事啊 酒你是喝了 但是你没有喝毒酒 那杯毒酒啊 被我给换了 你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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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 看到那个壶 跟宫里平时的壶 长得不一样 我就开始怀疑 我仔细一看 原来那个壶啊 叫做鸳鸯壶 它的壶盖上 掀着两块宝石 其中一块是绿的 有一块是红的 分别控制着 壶里的两种酒 一个是有毒的 一个是没有毒的 当你按下红色的时候 那就是毒酒 当你按下绿色的时候 那就是没有毒的酒 其实啊 我也没有见过 这种鸳鸯壶 不过 我在六师傅的工具谱上 见过这种草图 所以我一看是鸳鸯壶 就什么都明白了 原来你早就在怀疑我了 其实 早在铜下被调包的时候 我就怀疑过你 不过 只是一闪念而已 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不相信薛姐姐你是奸细 后来我们一起去山西巡房 每次有风吹草动的时候 刘德昭都会提前知晓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一定是我们的人 暗中走漏了消息 但就算在那个时候 我也没有怀疑过你 直到今晚 你要我过来赏月喝酒 当我看到这个鸳鸯壶的时候 我心里什么都明白了 既然你看到鸳鸯壶就知道酒里有毒 那当时为什么不揭穿我 因为我在等一个结果 什么结果 我想看一看 从小跟我一起长大 秦如姐妹的薛姐姐你 忍不忍心下手 你我之间的情谊 到底是真的 还是假的 当我看到 你把没有毒的酒给了我 把有毒的酒给了你自己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们两个之间的情谊 不是假的 是真的 小师妹 你可愿意原谅我 薛姐姐 你说什么呢 你牺牲自己保全了我 我怎么可能怪你呢 可是 你把毒酒换了 我又没喝 那那杯酒 那杯毒酒啊 我压根就没喝 可我明明看到你喝了呀 不信 看 看着啊 嗯 姐姐 酒呢 不是要你喝了吗 是吗 酒在这儿呢 我明明看见你喝了呀 看吧 这是杯子对吧 嗯 杯子对 哎 刚才还在你手里 你一定是藏起来了 哎 在你身上呢 你是怎么做到的 一欢的武功跟暗器 样样学得杂而不惊 唯独这清宫跟江湖杂耍之书 在我们所有人之上 薛姐姐 当师父们给你安排进宫这一计划的时候 当你在苦练歌舞琴技的时候 我呢 就在明珠谷 跟那些杂耍师父们练一些 不瞪大雅之堂的江湖杂耍 所以我才会这些啊 不过 刚才为了能够在你房间里寻找童侠 所以给你下了点迷药 对了 你的房间我已经找过了 没有找到童侠 你是不是把童侠交给六师父 让他交给吴三桂了 不 我没有 吴三桂此人 凶残狠毒 如果把童侠给他 集齐三把金钥匙 找到宝藏 那对我们老百姓来说 一定不是好事 谢谢你 清承 大师兄 你可别这么说 我已经没有脸在面对你们了 小师妹 你不该救我 就像我信上所说 把我揭发给康熙 让我以此谢罪吧 别再说这样的傻话了 有什么困难 我们一起解决 我们永远 都是亲人 许姐姐 你现在是不是在担心 你没有杀了我 吴三桂会对你弟弟不利啊 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想办法 把你弟弟给救出来 清承 相信我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的弟弟就是我的弟弟 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他给救出来 谢谢你们 你 这个催命鬼 一天到晚就知道 山首相朝廷要钱 皇上 出什么事了 还不是吴三桂那个老匹夫 说什么自从诛杀了永利帝以后 在云贵之地 就不时有反清复明的人 起命闹事 还要时刻防着缅甸的进攻 他只会不停地找借口 向朝廷送到巨额的军饷 巨额军饷 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这张作折所要军饷 五十万两 这张要二百万两 皇上 这吴三桂一年要军费 到底要多少啊 大清现在一年的财政收入 也就九百万两 但每年的花费 要达到一千多万两 其中有九百多万 是支给吴三桂了 也就是说朝廷现在入不敷出 全都是吴三桂一手造成的 可是吴三桂这么迷目张胆的 漫天要钱 皇上你不给他不就行了 真的 他要钱 朕不但不能不给 而且还要一分不少 为什么呀 连凹拜你都不怕 你还怕一个小小的吴三桂啊 你懂什么呀 现在的三番 吴三桂有云贵 上河系有梁国 耿京中有福建 他们三个要是连起来闹事 那朕的半壁江山就塌了 可是皇上之前 不是一直想撤翻吗 朕是想撤翻 但是要等待时机啊 在没有万全之策之前 朕不但不能撤翻 还要对他们加以封赏 笼络 可是现在山西结案 就能看出了吴三桂 对你有谋逆之心 要是再不敲打一下 他会更加肆无忌惮的 这山西一案 吴三桂确有谋逆之心 但是他只是在暗中进行 朕没有足够的证据 在朕做好准备之前 万万不能点燃这根导火索 但是朕 也不会一下子 就给他这么多钱 朕会借口说 朝廷赈灾 国库紧张 就先拨给他 五十万两万 既然龙小弟这么大方 那要不要先把之前那笔账 一起给我结了 哪笔账 山西赌方那次啊 大明那段 你们大清趁机占领了 大明的整个江山 老百姓刚刚经历了战乱 想过上几天好日子 可你们呢 朝中的权贵们搞起了圈地 各地的官吏 设立了各种的官钱 变相地收取各种赋税 你们这才叫做趁火打劫 一本万利的勾当呢 龙小弟 小弟 其实我的利息就是 显儿你答应我 曾经你说过的那些话 消除贵族特权 割除疾病 整顿励志 让全天下的老百姓 过上好日子 你放心吧 这件事情 朕一直记在心上 你给这三年时间 三年之内 朕一定做到 那 如果你骗了我的话 以后我去叫你 叫你暗活 那朕跟你说 朕要是做到的话 朕要翻身做老大 你做小弟 也为定 也为定 该这 是 自从 咱们反清联盟和你父王结盟之后 我们 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 是啊 不过只可惜 我早已经定亲了 我还是要迎娶刀吐司的女儿 那 咱们就尽量珍惜当前 对了 之前 请你帮我敲敲茶的那个 叫雪满楼的少年 你查到了吗 千雅 你实话告诉我 你到底跟那个叫雪满楼的少年 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让我悄悄地查呢 对不起 这个 我真的不能说 我只能向你保证 我绝无恶意 只是想帮一个朋友的忙 好 既然你不便说 我也就不追问了 我相信你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那个叫雪满楼的少年 早在三年前 就已经死了 不可能 我弟弟一定还活着 你们 你们肯定是在骗我 不 是那个吴应齐在骗樊倩盈 师父跟我说过 我弟弟在平夕王府活得好好的 个子都比我高 高了一头呢 我 我 我 是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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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也不会为他们卖命了 师父经常带给我弟弟的消息 说弟弟长高了 学会四书武经 开始学骑马射箭 可我每次要求去见弟弟 师父都会以各种理由拒绝我 原来我的弟弟他已经死了 可是我的师父他为什么要这么骗我 我一直视他为亲娘 我那么敬爱他 是他为唯一的亲 他却拿我当成棋子 为什么这么对我 为什么这么对我 为什么 学姐姐 卿城 你弟弟虽然没了 可你还有我们呀 这是在宫里 当心被别人撞了 你们说得对 你们说得对 我弟弟虽然没有 但我还有你们 还有你们 那既然我的弟弟弟已经死了 那我也不用再听命于王爷和师父 学姐姐 原来你把铜侠就藏在永乐斋啊 怪不得在你永和宫都找不到呢 我一是担心你们迟早会移兴盗我 而是要防着我师父 所以我只好把这个铜侠藏在你这儿了 你快看看 是不是你当初搜到的那个 嗯 没错 我用刀刻在珍珠上 就是这个 错不了 师父让我从你这儿调包铜侠 我只好仿制了两个一模一样的 一个留给你 一个交给师父 清承 谢谢你 以前我帮吴三桂做事 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 现在好 以后我再也不用听命于他们 我再也不用受他们的控制 我弟弟 一定是死在吴三桂的手上 我要替我弟弟报仇 我还要把他们封销 到这个招系 我又要把他们的关系 跟他们的关系 我们不得的 也不得你 为我说她的关系 会在我们手上 你们继续对雪衣军事 须与为疑 万万不可让他察觉到 他的身份早已败露 我明白 清城现在恨透了吴三桂 也不再信任六师傅 我们打算联起手来 利用雪衣军事 传递假消息给吴三桂 逼他尽快 骑兵谋反 吴三桂昨日上的折子 你们都看了吧 怎么样 有何看法 想说什么就大点声 朕也想听 这平夕王啊 折子上面的措辞 很是谦卑 但他的意思很清楚 无非就是想让朝廷 再给他追加 一百万两的响银 朱爱卿 你们说朕是准奏啊 还是不准奏 你们是大清的俸禄 想大清的富贵 这种时候 却没人说话了吗 启禀皇上 奴才认为 不能准平夕王的奏 接着说 大清的富贵 半号玉三藩 已不堪重负 如果准了平夕王的奏 那耿京中尚可习两位藩王 再加以效仿 那大清的国力 就全都耗费在他们身上了 皇上大可直接回决 有奴才等八旗精锐在 量他平夕王也不敢造次 八吐鲁将军 豪气甘云哪 下官佩服 不过 将军可别忘了 这三藩九居树省 在当地的实力 是很大的 且都各有重兵 这平夕王部下 将士更多 李自成 张献忠于部 各个都是骁勇善战 相对于 不答应他们的条件 而让他们起兵造反 负责 皇上 臣以为 朝廷多破费这钱粮 倒也算不得什么 他平夕王要的岂是钱粮 他领地的官员任免 都由他说了算 税收 也一直由他自行支配 并无半分上交朝廷 朝廷每年拨给他九百万两 他还不知足 如今还要狮子大开口 刘大人 你如此夸大三藩势力 威言所听 不会是收了平夕王的 好处了吗 你 你这是血口喷人 皇上 臣对朝廷忠心耿耿 绝无自信哪 你 行吧 八头怒和刘士郎 说得各有道理 其他人呢 回皇上 朝廷每年 拨给三位藩王的响银 已让大清国库空虚 况且 陈廷闻 平夕王圈占民田 又借书和修成 广征官室 更是自主私遣 人称西遣 而平南王尚可喜 靖南王耿京忠 也在其领地内横争暴廉 私事私税 现如今 平夕王又要朝廷追加享寅 简直是得寸进尺 但三番一事伟大不调 朝廷是软还是硬 都是两难 冲徒 卒 所图 奴才在 你怎么看 回皇上的话 奴才觉得 为皇上 農小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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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茶 还在为吴三桂的折子发愁啊 这朝廷的文武百官 分成了两派 一派 立主拒绝吴三桂 认为撤翻誓在必性 另外一派 则忌惮吴三桂的实力 或者他们其中有些人 本身就是吴三桂 插在朝廷的眼线 所以力辱安抚 这个吴三桂 老金巨华又贪斗无厌 龙小弟 你知道吗 他平溪王的王府啊 甚至比你龙小弟的 紫禁城还要奢华 可他那些钱 不都是从云南老百姓 还有龙小弟 你这搜刮出来的吗 要我说 龙小弟 你是堂堂的真龙天子 还怕他一条地头蛇不成 到时候早晚 把那老贼的脑袋给砍掉 这吴三桂就和敖拜一样 都是朕和朝廷的心腹之患 朕早晚要出职 只不过 这三番要是一同反叛的话 无论兵力还是财力 朕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呀 大师兄 你看这样写可好 对 就这么写 康熙暂时不想跟吴三桂为敌 所以暂无撤翻的打算 不过我们要让吴三桂以为 康熙恨他恨他要死 一心想要除掉他 嗯 想来这些年 约敖拜一直相安无事 这些年 如今康熙亲政了 我弟哲子要求追加享吟 就是为了试探康熙之心 他既以一批准奏 想来对我也并无不满之意 可卿城却说 康熙以视本王为眼中钉肉中刺 势必除之而后快 你怎么看 父王 依孩儿愚见 那康熙在朝堂上说的话 真假难辨 反倒是下了朝堂 对他心爱女人说的话 倒有可能是真的 父王 孩儿此番进京 从亲眼所见 康熙对李一欢 那是疼爱有加 犹如红颜知己一般 对雪卿城 虽不及一欢 但也待他十分不保 既然康熙在他两个 性爱的女人面前 都表达出对父王的不满 那么康熙的真正意图 便不难察觉了 康熙这个无情无疑的笑儿 当年 若不是本王放多尔滚入关 他爱心觉罗家能做得了做不了 这大好江山还两说着呢 康熙这个无情无疑的笑儿 康熙这个无情无疑的笑儿 当年 若不是本王放多尔滚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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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t� 春秋 两岸 时光 Ancient i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千余地 开在眉间 谈千秋 万事怀愿 心中喜流 回远方清卷 回首一生 路满满 天与离开在眉间 谈千秋 万事怀愿 书几许清愁 望月平澜 星辰如梦 心前卷 心前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